工作二十年 实际上有十二年是做市场营销 我认为我是一个肯定能够成功的一个人 而成功除了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心态内心的一个使命 只要有这种真正的使命 有这种决心 就能够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哦 戚风啊 如果冬天来了 春天还远吗 我叫郑启生 郑成功的郑 启发的体 生活的生 郑成功启迪我 生活要失忆的屈居者 我还有一个商业用的名字叫郑义 义 周义之义 有两重含义 也是我人生要实现的两大目标 第一个义 简义 简义生活 轻松生活 第二个义 义容 那不是毁容 而是通过改变自我 自省 真正的改善自我 然后达到一个道德完美 通过达到道德完美 像灯塔一样 点亮自己 照亮他人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我有十年市场营销一线的销售经验 六年心理学的实践学习 在我最后两年的团队管理之中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非常希望能够新闻一个市场营销一线团队管理的一个职位 谢谢大家 刚刚来的 欢迎起升 谢谢 让围巾搭了下来吧 热不热 倒计 我刚才啊 扔给谁了这是啊 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呢 就是针对你说的 听着了 你在上场之前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认真 什么认真啊 靠谱 你刚才说到的那些话 基本上没有几句是和找工作有关的 你说的话 句句吓人 你要做一个道德完美 这哪有 这世界上哪有道德完美的人 我有一个老师 他是做生意做到非常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他后来别人跟他做生意就是 人家一看他这个道德品额比较高尚 不会欺人 欺负人 或者是不会欺骗别人 那么自然就跟他做生意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做营销 做市场营销营销 最重要的就是俩字 真 成 实际上这就有两种含义 第一就是真实 真正的东西 第二就是诚实 这两个我个人认为 都是一种道德一个范畴 你的学历是 当初为什么想到要写一个 什么心理学啊 还硕士 硕士是这样 我实际上学了一个 国外的一个心理学大学 学了一个 从06年开始到现在 应该也算是有六年的一个学习经历 我这个学历不是学 这个文凭 这个经历 文凭的每个文凭 而是因为学习经历 我认为我达到这样一个水准 其实 咱们所说的一田简历 所说的学历 特别简单 哪年上的什么学校 毕业的时候拿的什么学位 这个学历是个硬杠 咱们不带 说因为我 有了六年的学习经历 所以学历我就写硕士 你刚说到 要真要成 现在有些企业需要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你有这种技能 得通过一些文字中表达出来 我并没有欺骗任何人的一个意思 这样我问一下吧 你这个是叫博恩是吗 博斯 这是义文 这是哪个国家 这是应该是总部在英国 总部在英国 他授予硕士学位吗 没有 也没有 他有那个 结证吗 没有 也没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培训机构 他算是非学历的一种 非学历得有个结业的东西吧 结业证书 或者课程完成证书 回头我可以给你们英文网址 可以上去看一看 英文你还记得吗 3w.bk.worthspeeduniversity bkwsu.org bkwsu 我再问你一下 没事 莫言 英语的这个学习过程 是用英文来学习的 还是用中文来学习的 我没英语 实际上就是高中学了一点 我那些英国的一个学院 中文学的 他这个总部在英国 但是是中文教学 对对 我们有老师来翻译 OK 郑先生 是这样 我也查了一下 你刚才说的那个学院 那个学院呢 是一个比这个灵修为主的 它只在香港 有办公室的这么一个学院 我看里面的课程 都是关于打坐呀 禅修啊 这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它跟心理学 其实没有关系 嗯 应该有 我不知道您怎么得理解的心理学 这块 对对对 好了好了 反正就这么一年结果 咱们这篇就到这了 谢谢 这样啊 你刚才说到你的工作的经历 你哪年开始工作的 我92年 你刚才说你做过销售 销售 从02年开始 还做过管理 是吧 对对 团队管理 团队管理 对 咱们就说说团队管理 这事吧 好 你是在一个什么类型的企业 做团队管理 我第一个团队是带着一个四个人的一个小团队 它做的是手机短信营销平台 一非常小的一个企业 大概哪年 2011年 就是去年吧 2010年 前年 对 做了多久这份工作 六个月 帮朋友我觉得帮的差不多了 而且是营销理念有些不太相同 所以就离开了 第二次是做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班 专门给那房地产老板做培训 一种高端培训的一班 在那待了也就是一个月 这是哪年的事 这是哪年的事 这是 去年 去年下半年 因为这个跟那个锦历还是有点不符 因为锦历上有一个工作是09年到12年 然后中间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六个月的 那个是做兼职的 还是说这个09到12年的是 对中间有一个小的没写 有一个是同时 是跟你 对 你的经历跟你说的经历 跟你锦历上的完全不符合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你做那个总监做到10年 我就让人看 看了半天 这个什么秦商公司 然后你又说你那个做什么北大 这个是姓陈仁寿 我发现你说的跟这个你写的简历时间 都不太一样 我给我补充一下 我们这简历 后来由于我确实换了挺多的工作 然后有些小的 小的刚才那一个月的 刚才已经问到这块了 问到团这块我就说了 实际上我就没写 一个月之内的我也没写 他说那很奇怪 可是09年到12年 你写的是一个连续的工作经历 三年吗 对 应该是05年下半年到09年是在包信公司 对 那09年 但是刚才你讲的去年你有一个一个月的工作 可你这有一个连续 09年到12年干嘛呢 这是这三年是什么工作 这三年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两个 简历上不是写的一个连续工作吗 对啊 你这三年写的是一个连续 我写的这个小的工作也没写 这个很奇怪 不是小的工作不写 而是这是一个连续的工作经历 但是你又出现出个插曲 那这个工作是兼职还是那份工作是兼职 就是大家再说完从渊源开始 像庄这块汪熙这块陈浩 沐妍四个人在说你简历上填的工作 那我只能得出来两个结论 你必居其一 一你现在是瞎说呢 二你的简历是瞎写的 少刚老师我就想接着简历这个话题 给大家一个提示 因为很多人都要求职都写简历 第一点简历 既然叫简历 它就是简单的描述过往的经历 所以一定要西字如今 不要过于浮夸 第二就是数字 在整个简历里面 如果写数字包含电话号码 尽量以四个四个三个 这样为单位 第三个就是文字 不要写错别字 第四个就是你的过往经历 一定要写出来社会经历和校园活动 你曾经做过什么职务 最好用倒数式的方式 因为所有的IQR看的是第一条 你最近做了什么 好那第五个就是 例如我们简历中常有自我评价 自我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有人很多人说我沟通能力好 我人际观力好 我建议不要用这样的词 你可以说我曾经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或者是班长 这样能体现出你的人际关系 以及沟通力 这样可能会更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非常有用 非常非常有价值 也希望现在正在写简历求职的朋友们 能够用周老师给的这几点提示 检查一下自己写好的简历 现在老板们还在耐着性子 愿意相信他不是刻意的去做一些欺骗 可能只是因为思路不清晰想包装一下自己 但如果接下来再连续出现过多的这些矛盾的地方的话 老板们可能就会把它定义成诚信方面有问题 就会迅速的灭灯离开了 我不想对你不公平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老板有顾虑 担心错错错 误会了你 谢谢谢谢 你能不能你能不能 刚才你的表现就是一个工作跳来跳去 对吧 干了20年的工作 底薪2500 然后今天你来这要想面试总监级别的管理岗位 我们已经完全被你给搞瓦他了 所以你就现在就讲你有什么能力 你说你有什么能力展示一下 你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咱们就能力的讲 我觉得加一个补充 因为我怕我错过一个天才 就在回答陈浩这个问题的同时 把你小本子上的秘笈给我们展示一两个 因为怕错过天才 这个叫内展 我认识 就是通过这种静思 或者是一种非常安静的一种学习 然后呢打开自己的心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使命是 您说的非常对啊 我的使命就是几月中月 几就是我 我总是出来非常愉悦 虽然刚才我那个简历和我说的很不服 对于我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几月中月我已经看了 其实这句话用通俗的话翻译出来 叫我爽了你才爽了对不对 真是 真是 美文化翻译的太难听了 看着我 看着我 就是几月中月 对吧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 从你上台到现在为止 不太快乐 我直接一点 你挺悦的 我不太悦 我们都不悦 来 12位 现在到了大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你们觉得郑启生 可不可以得到这个职位 选择 两位留了啥 小庄的朋友在说话 来 我这个 我还是要说一下我灭灯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的沟通 你还是有一定的亲和力 但是我关键给你灭灯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给我的简历 跟你讲的东西是不实 然后这个是很难接受的 你过不了这个坎 对 我借着小庄说的这句话 和今天郑启生给大家提供的 给12位提供的这个简历 多说一句 这句话是对所有的求职者 阔虎 包括应届大学毕业生说的一句话 不要在简历里面过多的做粉饰和做文章 因为简历里你做的所有的粉饰 一旦进入面试阶段 你做的粉饰越多 你抬他的速度越快 你掉下来的会越疼 你被砸的死的会越惨 就这么简单 来简单提问 小郑我想问你一下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小孩10岁 我想问你太太怎么评价你 因为我看了你都40岁了 然后你工资又这么低 作为你的儿子 作为你的妻子是怎么想你的 你来评价一下 我觉得数字是一个表面现象 我媳妇吧我妻子吧 挺看不上我的 因为她觉得我拿的收入太少了 但我认为人生有两种财富 一种是能够看得着 我可以数得清楚的这种财富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还有一种就是那种 其他的那种精神上的财富 比如说你愿意讨论精神上的财富 我也愿意和你讨论 比如说你给你妻子带来了一些 什么样的快乐 因为大多数的家庭 并没有太高的收入 但是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好 你给你妻子带来了些什么样的快乐 有可能她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可能暂时提供不了 她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当然物质方面的 她对物质上难道有很高的奢求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你妻子想得到的吗 每个人都有可能走一个下坡路 我认为虽然我是这个岁数 没有给她带来很好 但是我相信 我经通过以后的很好的努力肯定 小郑小郑 稍等 你知不知道你妻子想要从你这得到什么 她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她想去一个地方旅游 比如说她想去看007的大片 比如说今天晚上她想逛街 比如说星期天她想去吃披萨 你知道她最近最想要的快乐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其实最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真正丈夫的一个关怀 我觉得这个窗户只是捅穿了就是 你妻子没有安全感 你也就你这20年跳来跳去的 很难有安全感 来咱们这样 咱们不讨论情感和家庭问题了 咱请提问 觉得那个小郑有点另类的方面 就是一般的问题我也不想提了 就是也许我觉得我来找到这个东西呢 也许能给她提供一个另类的机会 想为我们旗下 为靠能心为旗下的一个口罩呢 这个产品啊去招募一个呼吸体验师 这个体验师干嘛呢 呼吸体验师 是的是的 呼吸不用体验 我们天天都呼 所以就是我这个智慧是干嘛的呢 就是带着我们的呼吸保护产品 当天总 我有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靠谱的产品 就要不能招一个不靠谱的人 否则你的产品的品牌所态度很大 我需要这个呼吸体验师干嘛 我们还是问问他其他的才能吧 好吧 就是你是喜欢去实体企业呢 还是去这些电商 其实更喜欢教育培训 这个大的一个行业 为什么 你这个行业 你既然就能够十年数人 同时呢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对不起啊 我说一块去了 这个意义比较大 我喜欢做这样的一个行业 现在因为两位在场上 所以我们做一个态度的表示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就到了郑启生的手里 选择 真的啊 也许他需要一个另类的机会 但是 我上海老师我要说两句 哎 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企业主 所以你不用解释给我们听 但是我一定要讲两句 上海老师 我希望是第一次跟你录节目 也是最后一次 希望以后你刷自己的广告 别伤害这个节目 这节目这个靠谱的节目 你还没听我说完 我支持陈浩这一款 你说不说完 你干的这个行为就是不靠谱的 他是干嘛呢 这个周围能干嘛呢 能让人在那个物浊的空气之中 抵挡自己的灵魂 来 谈前不上感 走 刚才我已经说了叫呼吸体验师 怎么说呢 我不想给自己的品牌多说什么东西 我们真的是招一个呼吸体验师 是干嘛呢 带着我们的呼吸防护产品呢 在各种不同质量的空气环中 在这个环境当中 去记录测试呼吸体验 我觉得这个小镇的 有些另类 所以呢 我觉得他需要抵挡自己的那个灵魂 他的灵魂已经很干净了 一穷二白了 三清 其实我们找一个工作的目的 首先不是为了抵挡我们的灵魂 我们找一份工作的目的 是让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 首先实现自我的一个价值 被社会的群体所认同 并且能够不脱离这个群体 一步一步再让自己的能力 慢慢的提升 然后给我们的家庭 给我们自己的生活 打下一点一点的基础 所以 所以就是 咱们不用老用 抵挡灵魂 这是一个另类的一个 很另类的开始 我觉得你即使想刷广告 我不多说了 你即使要刷广告 我提醒你一点 你这样做完之后 我不会买这样的呼吸机 因为每次买到这个呼吸 我就想到几月 中月 然后我老婆看不上我 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都会通过这个节目 通过这个人 传达到你的品牌里 这样 你懂不懂营销啊你 有可能今天我的简历 以及前期的表现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就是去在家铁城做一件事情 继续写的是什么一个 加这个多少钱 一个月 跟你原来保持一致 是多少 他原来有过好几份工作 就简历上面最高的那个吧 2500 你这有点太随便了 是2500吗 这个数你就直接说数 你拧不成那样干嘛呀 你说个数单轻 2500 基本工资 还有问题吗 没了 思考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 郑启征城这份工作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接受 谢谢 他在求是成功 对于热爱这个节目的人来讲 这件耻辱的事情 今天成功的男士将会在单身之间 主任他单身他能量 男士不孤零 所以 他应该在有点连行的 对于热爱